婚姻是在神灵面前定下的契约 北宋时期有一位叫刘婷氏的儒生 曾与家乡的一位女子有婚约关系 后来她考上进士当了官 并且得到苏氏的赏识 可以说是虔诚无量 然而那位女子却在这个时候生了一场大病 导致双眼失明 女子的父母家境贫寒 也就不敢再向刘家提起这门亲事 可是刘婷氏却很坚持这个婚约 有朋友觉得她傻 劝她另行责亲 刘婷氏回说 我当年同她订立婚约时 已经把心许给她了 我若违背了就坏了心 再说 人人都会变老的 当妻子年老色衰时 我们也不能重娶年轻貌美的女子吧 人得守诚信 不能变心 古人认为 贫贱之交不可忘 遭康之妻不下堂 休妻弃妻会遭到报应的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尊 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 也跟其弟子们提到这方面的法理 根据个人的体悟 男女两人能结婚是神定的 不结婚就在一起过生活 那是不合理法的 而且 离婚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对修炼人来讲 也是不符合修炼标准的 在美国 有一个约80岁的老先生 每天总在早上八九点时 来到老人疗养院 陪他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婆吃早餐 老人说 我太太这五年来 她都不认得我了 我去没去 她都不知道 旁人好奇地问 那你还每天早上去 老人笑笑说 她不认得我 但我认得她 那就可以了 多么感人啊 真正的情感 不只是讲难慢气氛 它是接受 接受以前的对方 现在的对方 和将来的对方 在公正结婚时 两位新人 面对庄严的国旗和国徽 会一起宣读 结婚誓言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共同肩负起 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传统的婚礼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西方教堂的婚礼 也是在神的面前 取下爱的诺言 婚姻是终生大事 婚姻是神圣的 今生的婚姻 是前世因缘所注定的 婚姻是男女双方 在天地神灵面前定下的契约 是不能想离就离 想不忠就不忠的 一时感情冲动 代替不了理智和伦理 人类破坏婚姻导致的烦恼 未必比婚姻的烦恼少 而且人在无知中随波逐流 为所欲为 却不知这会给自己 折损应得 带来报应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